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向报》的节目 录音的日子是2020年10月19日 这里是我Raymond Wong,还有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马来西亚,马勒根 各位朋友好 还有许流山在后面旁听 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中南模式和和平理性的声音宣扬开去 这一节节目为什么要做一节突发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个主持人 都被这个夜精灵当头走开 因为我们有些东西是说错了 本来我们都想着很持平地去评论 关于这个梁振英先生的问题 尤其是他将那些公开资讯集合起来 接着再在他的面书那里发布 那么夜精灵呢 他就说 喂,Raymond 我不同意哦 你说的那些东西好像 和法律那些有所抵触哦 那么夜精灵给了一些什么资讯我们呢? 其实他就说 当年呢,其实有一个网站 叫做《起理底》 那么这个《起理底》的网站呢 就是整理了一些公开资料 那么起了一些问题老师的个人资料 最后是出了事的 嗯 那么这个私隐专员公署呢 就是根据这个案件呢 就开了一个专案调查的 那件事呢就是2013年的时候发生的 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 就是有个手机应用程式就叫做《起理底》 那就是给一些用户呢 就搜寻个人的诉讼案件和破产资料的 那么呢就被裁定为严重侵犯资料当事人的私隐 嗯 公署呢就发出执行通知 指令这个资料负购营运者 Glorious Destiny Investment Limited GDI 停止向程式供应该等资料 那么这个GDI公司呢 已经在2013年8月7日 起这个遵从这个指令 那么当时呢个人资料私隐专员 蔣任宏呢就在新闻发布会公布 调查结果时申明 虽然诉讼资料和破产资料呢 均存在于公共领域 公诸于众 但是依然受个人资料 括弧私隐条例的保障 任何人再用这些敏感的个人资料 所以尊重当事人的私隐 遵从保障资料原则 特别是第三原则的规定 资料用途应与原本公开这些 资料的目的相同或者直接有关 如要改变用途 虽是先得当事人自愿和明确的同意 那么他强调呢 提供方便绝对不是侵犯他人私隐的合理理由来的 嗯 所以叶精灵就当头棒喝小弟了 那么这个喜利以底的手机应用程式呢 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 声称呢就有200万中文市刑事诉讼 和破产案件的记录 那么用户安装了这个程式之后呢 就可以搜寻目标人物是否有该等纪录 搜寻资料包括姓名部分身份证号码 地址法庭类别案件编号文 事案件性质刑事案件的控罪 公司董事资料等等 那么该程式的宣传推广呢 以方便市民招聘员工 以至家庭教师或用工 处理物业租务或者商业交易而进行的 进职审查和背景审查作为招来 在2012到2013年呢 有4万人超过4万人下载这个喜利底 那么索阅资料的次数超过20万 那么这个私隐专员工处呢 就在2013年的时候呢 2012到2013年的时候呢 就接获了12个市民 投诉这个喜利底侵犯其个人资料私隐 约60人呢曾经向这个私隐专员工处呢 查询和表示关注 那工处呢 那工处呢 随对喜利底这个程式的资料 附营运商GDI 展开这个调查 那么啊 调查就发现 GDI的人员日常 从这个司法机构破产管理署 宪布和公司注册署等不同途径 收集市民的诉讼破产公司董事资料 以输入其资料库 然后透过手机程式 等用户利用姓名或地址索引 从该资料库中 搜寻某人的诉讼和破产案资料 有关服务牵涉大量个人资料的搜集和使用 其中两个投诉人呢 分别曾涉及这个诉讼和破产 诉讼和破产这两类案件呢 本身是没有关联的 但是起理底呢 就将投诉人在司法机构的诉讼记录 破产管理署的破产记录 和公司注册署的公司董事注册资料 一併显示于这个搜寻结果 将本来不可以从单一来源取得的个人资料串联起来 有人可能会凭这些资料 对他们作出不利的推论和决定 有这样个人私隐受这个侵犯 甚至担心这个影响就业 那这个私隐主义的决定就是 条例的规范个人资料用途 需要与资料最初搜集的目的相同或者直接有关 否则必须取得当事人明确和自愿的同意 资料当事人明确和自愿的同意 GDI将取自公共领域的个人资料 供起理底用户作尽职审查和背景审查之用 这些目的明显偏离了司法机构破产管理署和公司注册署 原初直接向资料当事人收集个人资料 并将该等资料公开的目的 那讲一讲起理底资料原来公开的目的 原来资料的使用者这样举这个例子就是司法机构 那审讯案件表那个公开资料的目的就是通知诉讼当事人 和公众人士认讯和听審时间和地点 案件表于审讯结束一日后就会烧毁的了 那判决书公开资料的目的就是公开裁决和判刑理由 那就是证案登记册和传讯令状就是令公众知识案件 聆讯长情但并非让公众查阅 诉讼当事人的资料 那以上那么多个资料原来公开的目的就是 为贯设司法公开的原则而公开的 好了那破产管理署就在宪布刊登的破产通知 那是被公众得息有关人士已经破产或者解除破产的日期 在破产期间如要向该人士偿还债项 所以将款项交予受托人 那些资料呢只是用在这个处理该破产案的事 好了公司注册署公司周年申报表 那么那个公开资料的目的就是 就是给查册人士能够确定 是不是正就该公司的任何作为的事业 与该公司或其董事或其他高级人员来往 那就是这个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 就指出起理底的资料库 可以供用户搜寻牵涉訴訟破产人士的姓名地址 以及部分身份证号码追讨金额 以及理由被起诉的罪行法庭判令等 均属非常敏感的个人资料 而起理底的程式运作呢 引申以下多项私隐风险 其使用个人资料的方式明显超乎 当事人对诉讼和破产资料被公开的合理期望 首先第一点就是整合后的资料风险提高 起理底将法院的审讯案件资料和宪布刊登的破产案资料整合 公众人士本应不会从单一途径查阅到某人在不同资料来源的记录 但起理底的姓名索引就被用户输入目标人物姓名 就可以对不同来源的记录一目了然 这些零碎的个人资料被整合之后 他侵犯的个人私隐的程度就增加 好了 资料当事人 第二点就是无从知识其敏感个人资料被查阅的 就是起理底被用户随时查阅他人所涉诉讼和破产的资料 而又无需通知资料当事人 当事人就无从知识自己的敏感资料被人透过起理底这个软件查阅 即资料在未经当事人同意和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使用 好了 接着第三点 难以对资料如何再被使用作出规范 司法机构破产管理署公司注册署根据法例规定 而分别披露或刊登诉讼破产及公司的董事资料 这些机构也因应相关的目的 而对个人资料的披露和查阅安排作出限制 以尽量保障当事人的资料不被滥用 GDI这家公司有利用其诉讼及破产记录资料 向其商业客户提供尽职审查服务 但有关服务相信有相对严谨的合约规范 以确保资料被合法地使用 反观起理底程式提供服务以消费者为对象 GDI和用户之间的个人资料的使用 几乎全无规范 GDI没有採取措施限制 起理底用户大量下载或复制资料库的资料 资料被查月后有可能被滥用 加剧侵犯个人私人 资料不准确和非有效及全面 这是另外一点 即使目标人物曾经牵涉诉讼 而最终获判无罪或索偿不成立 起理底资料库的资料未必有相应的更新和澄清 用户是无从得知实际的事实 另外同名同姓的搜寻结果 可能会令用户逢经作马良 就误以为不相关的人士有官非或破产记录 虽然起理底设有新冤档案服务 给当事人更正起理底资料库上不正确的个人资料 但专员认为将二名正身的责任 加诸在资料当事人身上 就并不公平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影响自身的机会 根据罪犯自身条例 如果凡事者的判刑不超过监禁三个月或者罚款一万元 三年内又没有再被定罪 需被视为没有就该项罪行被定罪 OK 破产条例也订明了破产人士在四至八年之后 是可以获得解除破产的 公署发出的个人信贷资料 报实守则要求信贷资料机构在某人宣布破产后保留期破产记录最多八年 但起理底资料库的记录 不设保存期限 删除失效资料的安排 它的标签化作用是有外当事人的更生的 这个私隐专员也认为GDI透过手机程式向用户披露投诉人的诉讼破产 以至公司董事资料超出了投诉人对于他们的个人资料被置于公共领域后 会如何被使用的合理期望 而且有关做法就偏离了司法机构破产管理署和公司注册署当初收集诉讼 对不起 不是诉讼 是投诉人的诉讼和破产资料的目的 而且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是违反了保障资料的第三原则 好了 这个是有执法行动的 考虑到受影响的人数更多和侵犯私隐的严重程度 这个私隐专员在2013年7月31日发出执行通知 指令GDI停止向起理底的用户披露期持有的诉讼和破产资料 而GDI亦于2013年8月7日起遵从指令 好了 专员有个评论 这个评论可以补充我们说错了的地方 蔣任宏就指出 这件案凸显了社会上一种普遍的误解 就是从公共领域 而不是从资料当事人直接收集的个人资料 可以无限制地使用 这个想法是并不正确的 我们现在被夜精灵劏头怕惑之后 我们都了解到了 我们必须解释 取自公共领域的个人资料 仍然受个人资料 要迫乎私隐条例的规管 否则后果将不堪撤上 立心滥用他人个人资料的人 可以刻意将资料发布 以令资料成为公共领域的资料 值以绕过法例的规管 嗯 机构在网上意外泄漏的个人资料 也都被视为公共领域的资料 而可以合法地使用 更甚者 是有人可以将存在公共领域的资料整合 重组和配对 从而针对目标人物 建立个人资料档案 构成新的资料使用目的 资讯科技的发达 令到治理变得更辨捷 加剧了这方面的发展 专员明白 建立个人资料档案 及使用公共领域的个人资料 是有它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不当地使用或滥用取自公共领域的个人资料 有机会令当事人受到歧视 及个人自由和私隐权被侵犯 有些例子 在资料当事人不知情 和资料的准确性有效性 及完整性均没有保证的情况下 使用某人的破产和诉讼资料 以评估局外人的诚信 应否获批信贷 和是否值得聘任等 如这件案中带出的私隐风险 第二是立心不良的人士 从公司登记冊 车辆登记冊和土地登记冊 收集某人的身份证号码 住址和签名识养 值以冒认他的身份行骗 或者对该人士进行纤扰和监视 下一个是商业机构收集公开个人 联络资料生活习惯和行为模式 然后不顾当事人的意愿 进行推销 专员也补充 就是说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在公共领域收集到 其他人的个人资料 并加以处理和使用 有关做法是否侵犯他人私隐 可以考虑资料当事人 在个人私隐方面的合理期望 所谓的合理期望是指一个人 自身资料当事人的处境 他依常理考虑各个因素之后 会否认为其个人资料被再次使用 是他没有预期的 或者不恰当 或者令他反感的 然而不同的个案 案情有别 在作出决定之前 需要考虑所有的因素 好 接着还有一点 就是专业明白到个人的私隐 并非绝对的权利 要兼顾其他公众利益 和社会利益 例如是资讯自由 并且在当中取得一些平衡 条例第八部 特别定出豁免于保障资料 第三原则规管的情况 这些豁免安排 同样适用于公共领域的个人资料 条例的豁免条文 涵盖面相当广泛 值得一提的是 第五十八条 定名为防止或偵察罪行 排除或纽证违法或严重不当行为 或欺诈或舞弊行为 而使用个人资料 可免受条例限制 这条适用执法和执行职务上需要的 顺职审查的情况 条例 第六十一条 为新闻活动提供豁免 以便传媒在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 发表和广播有关的个人资料 专专业在公布这一项 这个调查报告的同时 就发出了 使用从公共领域取得的个人资料指引 这个指引 其实里面都说得很清楚 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仔细地说 但是我们来到这里 其实节目时间应该都差不多 这一件事 其实希望大家要关注 多谢叶精灵 多谢叶精灵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和他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我认为 这些在公众领域搜集的资料 这个问题 梁先生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的 不过大家都应该谈记 所有的个人资料 都是受到这条条例的保障 即使个人资料 可以轻易在公共领域取得 也都同样受保障的 资料使用者 需要依从条例的保障资料原则 和其他规定 小心处理个人资料 也希望大家不要误堕法网 有这些个人资料的信息 尽量就不要转 或者传 其实就做一个守法的人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为这个情况其实是灰色地带 除非各下伪高人胆大 伪高人胆大 否则我是不觉得 大家应该将这些消息传来传去 这里应该差不多 是 谢谢你 拜拜 拜拜